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 星期二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此前赖斯还与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举行了会谈 针对中国军机异常接近美军巡逻机一事 赖斯表示美中应该避免任何导致两国军事关系复杂化的事件 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 请东方介绍最新的发展 东方你好 你好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在北京的访问 最新的活动是什么 好像东方听不到我的问题吗 好像我们和北京的 那我们刚才 我们看到画面上 是赖斯今天会见习近平的时候 身穿了一件红色的上衣 可以说象征着中国红也是表示对东道主的一种尊敬 那么习近平在会见时 我们注意到再次强调了美中新型大国关系 并且把这种新型大国关系比喻成一个大厦 那么赖斯今天表示赞同习近平的比喻 美方说也愿意为这个大厦来加装天瓦 双方的共同的打好基础 那么赖斯今天上午在巴基大楼会见了中央军委副主席 这个范长龙 那么赖斯表示美国军方和中国军方应该避免任何导致两军关系复杂化事件的发生 他们谈到的就是最近在南中国海 这个中美军机异常接近的现象 林森 东方赖斯在中国和中国的高层领导会谈的时候 他的中心的议题是什么 我想这次会谈是一次比较坦率的会谈 主要是谈的是两国之间的分歧 那么两个星期以前 美国的巡逻机在南中国海的公海海域进行例行巡逻的时候 受到中国战斗机的挑衅 那么美方就要求中方停止这种挑衅性的行为 而中方至今仍然拒绝美方的指控 要求美方停止对中国的抵禁侦查 那么现在看来双方都让了一步 这个问题通过这次赖斯的访问 可以说更进一步的使双方都互相的 能够让步也好 或者达成一种妥协也好 达成一种共识也好 具体的情况我们还要看将来的发展 那么中国媒体也高度评价赖斯的访华 认为赖斯这次访华 反映出美国非常看重对华关系 那么赖斯这次主要是敲定奥巴马和习近平 将在今年APEC峰会11月份所谈的话题 而今年习近平作为东道主 在北京怀柔和奥巴马举行的峰会 也会为未来的美中关系的发展定下一个基调 所以这次赖斯和中方的会谈 主要集中在美中双方争议的领域 那么其他的像东海南海争端 网络黑客了 乌克安危机 伊朗问题 中东 伊斯兰国等问题 也谈到了林森 嗯